同学们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深度学习基础介绍机器学习课程 第七阶段的第三节课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一起回忆一下上节课的内容 在前面两节课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线性简单回归 也就是说Simple Linear Regression的例子的概念以及应用 那我们还记得我们最早大家说的这个什么是回归问题呢 回归问题和这个我们之前学的分类问题Classification 也就是回归问题被称作Regression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还记得其实最大的区别就是回归问题 我们面对的是这种Y它是一种连续型的数值 数值型的数据 比如说人数啊房价啊降雨量这些 那么我们之前讨论一系列算法 针对的这个分类问题 也就是这个Classification Problem 它呢这个Y的变量呢往往是类别型的 就是Category Covariable 比如说颜色的种类啊 红橙黄绿青蓝子电脑的品牌啊 或者是有无信誉度啊 这样一个问题 好那么上面两节前两节课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线性 简单线性回归 简单线性回归是一个最基本的线性回归问题 那他们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多元回归分析 有一个重要的区别 就上节课中我们也提到了 就是简单线性回归 也就是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它的一个特征呢就是 它的自变量 也就是X只有一个 一个变量 自变量 对应一个Y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多元回归分析呢 它的重要区别就是 它不仅只有一个X 不仅只有一个自变量 而是会有多个自变量 那么这样一种问题呢 我们就称作多元回归分析 好的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就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多元回归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的英文呢 叫做Multiple Regression 这个Multiple呢 也就是多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块指的是X 也就是自变量 它是有很多个 多于一个 所以我们叫做Multiple Regression 好 首先跟简单性的回归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几个模型和概念 那么第一呢 就是多元回归分析 就是Multiple Regression和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它的区别就是它有多个自变量 那么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简单回归分析只有一个自变量 而多元回归分析有多个自变量 这是它们的之间的区别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多元回归模型 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呢 它的模样长得其实跟 这个简单回归分析的模型 长得非常像啊 同学们可以参照我们之前学过的 这个简单回归分析的模型 我们看一下 所以呢 等式的左边是Y 当然这个Y的含义和之前一样了 它指的就是这个 随着X变化的这个量 因变量 也成为输出 有的时候 好 那我们首先有一个β0 这里面 这个β0呢 还是相当于一个拮据的概念 下面我们看到 在之前的简单回归分析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里面 我们只有一个X 然后直接就是加这个误差值了 Epsilon 但是在这里面 取而代之为一个X 我们有多个X 我们看到 第一组是β1乘以X1 加上β2乘以X2 加上省略号 加上βP乘以XP 那么我们看到 这里有多少个X呢 从1R一直到P 就P个X 是吧 所以呢 这里我们看到 我们的这个自变量的 个数增多了 这也就是它和 简单回归分析的区别 那么针对于每一个自变量 也就是每一个X呢 我们有一个对应的参数 β是吧 对于X1来讲的话 我们有一个β1 对于X2来讲 我们有个β2 对于XP来讲 我们有个βP 然后剩下 还有加的就是我们一个 这个偏向的这个误差值 就是偏差值 或者误差值 Epsilon 也叫L Term 好 所以呢 在这个模型里面 我们看到 只是因为X 从一个变成多个 我们的模型 稍微变得复杂了一些 那么这个模型里面呢 这个参数呢 和之前非常相像 也就是说 我们一个有多少个参数呢 我们有P加一个参数 从β0 它对应的是一个 类似于乘以 这个相当于一个拮据的这样一个意义 因为这里啊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就变成了一个 多元的一个平面 不是一个高阶的一个面 而不是一个单单是一个二维中的一条线 对吧 因为我们X等于 就一个X的时候呢 XYPGN的关系 它是一个一条线性的关系 那到X增多以后呢 我们就成了一个 多元的一个方程 这样的话 它就不是一个 二维的这个空间中 可以表示出来的 所以呢 我们就在一个高阶的区面中 来表示 那么β0仍然 其实相当于一个截面 就跟结局类似的 这样一个意义 那么β1 β2 一直到βP呢 都是参数 也就是在之前的简单回归分析中 我们有β0和β1 这两个参数 但现在我们多了很多 一直到β2 一直到βP 因为我们X增多了 那么这个Epsilon呢 依然是这个误差值 跟之前的意义是一样的 好 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方程 指的就是这个 多元回归模型的方程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多元回归的方程 就是和之前这个 多元回归的模型 它们两个什么区别 就有点像我们之前学到的 这个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简单回归分析中的区别 那么多元回归方程呢 我们其实是从这个 多元回归模型演变而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两之间来怎么转化 对于多元回归模型来讲的话 我们等式左边是Y 那么这时候我们如果 给等式左右两边 同时取期望值的话 得到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呢 我们看到Y我们取期望值 就变成了EY 就是Expected Value Y的期望值 期望值这里面 大家也可以理解为均值 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Y的话呢 它的一个均值是多少 好 那么同样我们如果对等式的右边 取期望值的话 我们看一下 因为β0β1 这些参数其实都是常数了 所以呢 我们取期望值还等于它本身 β0 就首先有一个性质 就是说期望对右边整体 取期望值 等于对右边的每一项 取期望值在求和 对吧 这是期望值的一个性质 大家看就可以自己了解一下 就是一个和的期望值 等于期望值的和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右边的 这个加号里面的每一部分拆开 对每一部分单独求期望值 那么β0因为是一常数 所以它期望值还是β0 β1乘以X1 它还是β1乘以X1 所以呢 我们到最后有一点变化 就是我们这个Epsilon 我们大家上节可以介绍过 这个Epsilon的概念 就是它是一个误差值 它表现了一定的随机性 所以呢 这个Epsilon它的误差值 或者叫偏差值 它的期望值呢 其实是0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 这个Epsilon它是满足一个正态分布 它的期望值是0 所以我们对它求期望值 就变成0了 所以我们看到 在多元回归方程中 与多元回归模型相比呢 我们少了一下 我们接着来看啊 在多元回归方程中呢 这个 我们比这个多元回归模型少了一下 然后呢 这个 下面有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估计多元回归方程啊 也就是说 大家想一个问题啊 就是Beta0 Beta1 Beta2 BetaP 这些参数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它其实就是核心的体现了这个 自变量X和因变量Y之间的一个关系的这些值 对吧 就是这些参数恰恰是反映了X和Y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些值呢 因为它有一个随机的成分在里面 就是这个Epsilon 所以我们是无法知道其真实值的 因为这里面牵扯到一个总体和这个分布样本的概念 在总体全体中 就是很多很多的数中 它们存在这样一种真实的关系 但是我们拿到任何一个样本 它都不是一个总体 所以从样本中估计呢 我们只能得到每一个参数的估计值 这就是多元回归方程和这个估计多元回归方程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一下啊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这个多元 估计多元回归方程 它中间的表示呢 由之前的这个Beta0 Beta1 Beta2 以及都变成了相应的这个B0 B1 B2 BetaP变成了BP呢 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其实就是说 我们这个B0 就是对 因为样本我们算出来 根据样本算出来的 所以B0是对Beta0的一个估计 Beta1呢 是对 B1呢 是对Beta1的一个估计 B2呢 是对Beta2的一个估计 BP是对BetaP的一个估计 所以大家看到 这两个方程 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 一个是真实的 表现了X和Y之间 全体 这个 总体 population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我们底下 表现的这个多元回归方程呢 它的估计方程 等于说是表示了 我们根据一个特定的样本 来计算出来 对于这些真实参数 Beta0 Beta1 Beta2 H到BetaP的 点估计 Beta0 Beta1 B0 B1 B2 到BP 好 希望同学们能够 通过这个解释 能够理解这个多元回归方程 多元回归模型 以及多元回归 估计方程 它们三者之间的区别 因为这个三者之间 还是非常相像的 好 下面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估计流程 也就是说 我们来怎样来建型建模 进行建模的过程 以进行预测的过程 其实这个过程啊 跟我们之前所讲的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非常非常相似 这有一些小小的区别 那我们还是用之前这个图 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对比 之前这个图和我们今天要学的东西 其实非常相似 首先呢 就是说我们有三个方程 第一个是这个线性回归的方程 我们看到这个之前 我们有Beta0,Beta1,X加E 那么现在呢 只不过有一点小小的变化 就是我们多了很多变量 我们有加Beta1之后 有Beta2乘以X2 Beta3乘以X3 一直到BetaP乘以XP 也就是这个变量的个数增多了 所以这个回归方程 比之前的简单回归方程 稍微复杂了一点点 多了几个变量 就叫做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刚才也给大家对应的讲了 这个线性回归的方程 它跟模型几乎一样 完全就是几乎是一模一样 唯一的区别就是 我们取了期待值 所以左边呢 之前是Y的真实值 现在我们是取期待值 右边呢 我们少了一个这个偏向 或者说叫误差偏好的这个变量E 然后在底下呢 我们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多元回归 所以我们除了Beta0,Beta1 还有很多别的Data 一直到BetaP 那么我们要解决的这个值 就是要算出来这个Beta0,Beta1 一直到BetaP的这些unknown parameters 就是说我们未知的这些参数 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它解出来 看Beta0,Beta1 它们如果真实值我们不能求出来 我们可以取得一个最好的估计 把它们的估计值解出来 好 这就是答案 达至我们开始的一个步骤 那么从这个里面呢 我们会通常有一些现实生活中得到的数据 也就是说一个样本 因为全体的数据非常大的 我们往往难以得到 比如说一个城市里面 它这个房价和这个房间大小的关系 那么全体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我们假如说旧金山 美国旧金山的房子 我们要把旧金山所有大大小的房子 各种各样的房子 全部要收集起来 每一间每一户 收集起来 它的这个每一间房子的房价 和每一间房子的这个大小 那么这个从现实角度来讲 是非常困难的 或者说是不太现实的 正是因为统计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样本 来对全体做出一个推断和估计 所以呢 通常呢 我们假如说从旧金山这个大城市中抽取 比如说一千个房子 那么这一千个房子就叫做sample 就叫做我们样本 我们抽出来这个样本呢 我们可以衡量 我们可以知道它每个房子的这个房间的大小 和它的这个房价 那么通过他们这个样本 我们可以求出来一个关系 由这个关系 我们在对全局 这个所有旧金山的房子进行一个推断 这就是一个样本和全体育成的一个关系 希望大家能理解 所以统计学呢 通常我们往是通过这个样本来 就是所谓的抽样调查 就是我们抽出一个样本 对样本进行分析 里面的参数进行估计 估计出来之后呢 我们对全体的这个population进行一个推断 好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一步收集到了这个样本的数据 收集到样本数据之后 我们干嘛呢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就根据这个样本的估计 来计算 线性回归中的 这个要估计的这两个值 当然说如果是多元回归 它就是多个值 之前我们学到这个 简单线性回归的话 就只有这个结局和这个斜率 B0和B1 那么今天我们的唯一区别就是说 我们加上一个 B2乘以X2加B3乘以X3 一直到BP乘以XP 所以呢 我们需要得出的估计值 就是从B0 B1 B2 B3 一直到BP 多了一些参数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多元回归 和之前的这个简单线性回归的区别 那么得出的 得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得到这个B0 B1 B2 B3 到BP之后呢 我们他们的值 其实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对真实的参数 Beta0 B1 B2 一直到BP的一个估计 所以呢 这时候我们得到这个估计之后呢 我们就带回原方程 我们就知道Y和X之间 他们期望值之间 大概是一个什么关系 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有一个新的 比如说旧金山的房子 我们知道它的大小的话 我们就可以对它的价格 进行一个估计 当然估计出来的值 是一个平均值 好 大概是这样一个关系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我们如何进行估计 好 我们使用的方法 其实和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也就是 简单线性回归 方法一模一样 我们的目标呢 还是使用这个叫 Sum of Squares 就是使这个 平方 平方的核最小 那什么叫平方核最小呢 通过数学公式来表达的话 其实我们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还是跟以前一样 我们记得这个Yi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很多很多点 很多很多实例的话 这个Yi表示的就是 每一个实例 i表示的每一个实例 是吧 它的 这个变量输出Y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音变量Y的值 那么 减去什么呢 Yi hat 这个hat 下面一个小三角 一个帽子这样的 这个符号 它表示的是估计值 也就是说 当我们这个方程算出来之后呢 我们这个 假如说是 简单线性回归的话 就指的是一条线上的点 它的 每一个值 线上 在这个斜线上的值 叫做 估计值 那么 如果我们是多元线性回归的话呢 它就不是一条直线了 它是一个 高 多元的一个区面 那这个 这个 多元区面上的值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估计值 就是这个Yi hat 它的一个估计 那么也就是说 对于每一个实例来讲 我们有一个真实值 对不对 我们有一个Yi 我们也有一个估计值 就是通过我们的 这个区面或者直线 算出来的一个值 那么 这两个值之间的差 我们求平方 然后把所有对于每一个点 把他们的这个平方都加起来 这个和 我们想找到一个面 高阶的一个面 使它呢 这个 总和最小 这个高阶的面 也可以称为一个超平面 我们这个 超平面呢 需要使所有这个平面上的点 到真实的这个Y值之间 它们的 差值的和的 平方的和最小 我们要找到这样一个 超平面 就相当于我们之前说的 简单线性回忆中 我们要找一条直线 使这个直线上 预测值的点 对应到 每一个真实值的点 这段距离的平方 最小 就这样一个概念 因为这次呢 我们所涉及的问题 是一个多元问题 所以呢 至于如何解出来 这个B0 B1 B2 我们的这个 要运到 运到 线性代数和 矩阵代数的运算 这个过程 相对来说 比较复杂也好一点 就不是在我们这个 入门的课里面 不涉及我们来 讨论的范围 所以呢 我们只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计算过程呢 和我们 推导过程呢 和我们之前简单 线性回归的模型的方法 非常相似 只不过是 取而代之 之前只有一个X和Y 我们现在有N个X 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 向量和矩阵 来表示X和Y的关系 然后我们当然是通过 求极值的方法 和通过积分 把这个 可以使这个量 最小的B0 B1 一直到BP 算出来 好 所以呢 这节课我们 跟大家介绍呢 这个目的是 是这个最小 但具体的数学 推导过程 我们就不跟大家 详细介绍了 而取而代之 我们跟大家介绍 如何用计算机的方法 软件 比如说Python 和一些架包 来 求出 这其中的B0B的值 所以我们就 不进行手动的推断 这些值的 这个过程了 好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个 实际的例子 就是说 假设我们有一家快递公司 那么这个快递公司呢 我们想估计一下 这个 我们现在有三个变量 我们想估计一下 他们之间的关系 哪三个变量呢 也就是说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表 这个1234 我们就指的是 不同的我们的这个 出去去送货的 这个车是吧 刚刚讲说在一段时间内 我们统计了几个变量 那么第一个变量呢 就是说X1 它指的是个运输里程 也就是说 第一辆车吧 它今天一共跑了多少英里 对吧 比如说跑了100英里 那么还有第二个变量 就是说我们指的是 这个运输次数 因为这个快运的车 它肯定要跑不同的地方 去给你把货 运到以后 放到人家家门口 然后再去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呢 这时候我们一共跑了几家 跑几次 也就是运输次数是多少 我们作为第二个变量 那么比如说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这个车 快运的车 它跑了100英里 它一共运了四次 那么第三个量 也就是我们比较关心的 这个小要预期的这个量 是它的Y值 也就是说运输总时间 因为我们想知道 就是对于任何一家 困难公司 它的这个 我们把它的运输的里程 和运输的次数 当做自变量 我们把总运输时间 当做因变量 我们想看 它这个运输里程 运输次数 如何影响 这个总运输时间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对吧 那么大家看到 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典型的 多元线性回归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 跟之前有个区别 就是说 这里面我们有两个X 一个X1 一个X2 其实现实世界中 往往很多问题 都是因为有 我们要模拟的话 其实很少有情况 是只有一个变量 引起这个Y的变化 往往都是有多个因素 也就是多个变量引起的 所以在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就可以来用 这个多元回归分析 它是更符合现实中的情况 往往我们需要有 多于一个 这个次变量 来影响Y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数据集 下面这是什么关系呢 也就是说 我们一共统计了 有八辆车 它的有十辆车 它的一个运输情况 这是非常简单的 一个小的数据集 那么每辆车 我们都知道 这个它的运输里程数 运输次数 以及总运输时间 是多少 对吧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就套用我们的 刚刚理解的这个 多元线性回归的模型 给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看一下 第二辆车 运输了 就是总的里程数 是50英里 然后呢 次数是三次 所以它花的时间 稍微少一点 是吧 这也可以理解 跑的距离少一些 然后运输的次数也少一些 所以它总共花了 4.8个小时 那么第三辆车呢 它一共是 跟第一辆车一样 是吧 它也是跑了100英里 它在这个运输次数 是次数 但是它 它只花了这个8.9 所以大家就看到 它们之间是一个 相似的关系 但是呢 不是完全一样 也就是说 除了X1和X2会影响Y 那么还有很多一些随机的因素会影响 对吧 比如说路上堵车 什么之类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之前要有那个误差 L 就是Epsilon 那个那只 它就是为了表现出 除了我们X1和X2所指明的这些影响因素之外 所有剩下的影响的因素 我们就在那个误差值里面体现出来 好 那么依此类推 以下也是相似的 就对于每辆车来说 我们统计出来的这个 运输里程数 运输次数 和总运输时间 好 那么下面我们如何来 解决 来适用这个模型 通过XX2和XY 来算出来我们所要估计的这个参数呢 我们先把模型写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的Y 是把这里可以叫做Time 就是总时间 等于什么呢 B0是我们的这个 相当于截念的这样一个 这个参数 加上B1它乘以X1 X1这里面指的就是这个英里数 所以我们叫做Miles 是吧 就是一个距离 是一个总距离 那么第二个变量呢 我们的参数是B2 就是参数的估计是B2 对吧 其实本来是B2 那么 这个Delivate什么意思呢 就是运输次数 所以我们的基本模型 它的这个估计方程 是这样一个形式 对吧 那么我们的目的是 经过这一组数据 我们要算出来这个位置数 B0 B1和B2的值 那么因为我刚才提到 这个涉及到 比较稍微复杂一些的 这个线性带数和矩阵的运算 我们就不跟大家来一起 学习这个如何把这个方程导出来 而取而代之我们通过 Python的一些架包 给大家来教一下 如何来运算这个线性的 回归方程 直接把它的解求出来 好 我们在下面一小视频里面 会给大家强细介绍 我们如何算出来的这个 通过Python 如何来算出来 B0 B1和B2的值 那么因为这上半节课 我们重点偏向于理论 所以我们现在假设 我们已经用这个软件的包 不管是Python 还是其他变成语言 或者其他的软件 已经把通过这些数据 输入把模型建好 并且已经算出来 这个B0 B1和B2的值 它假设是这样一个答案 那我们如何来看待 这个估计模型 并且如何来描述 这些参数的意义 我们重点放在这 那么下节课 我们将重点给大家介绍 如何计算 好 那么假设我们现在把这个方程 已经fit 也就是说适应建模建好了 那么它来到答案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求出来的B0 等于负的0.869 B1等于0.0611 B2等于0.923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这样一个意思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说我们之前只有一个X 那只有一个β 也就是说我们求到了估计 只有一个β0和β1 我们很好理解 就是β0是一个拮据 β1是一个斜率 那么同学们回忆一下 数学上我们以前学什么叫斜率 斜率就是说 当X增大 每增大1的时候 在坐标系里面 Y增大多少 对不对 那么这个例子非常相似 其实它指的就是说 只不过我们是多了几个X而已 现在有两个X 那么我们如何来描述它呢 其实很简单 也就是说 对于β0的时候 就是说 当我们没有任何 所有的X都等于0的时候 它的一个截面 它们的一个期待值是多少 这里面就是负的0.869 好 那现在这个B0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0.0611 这个值指的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我们还记得这里面 它乘的这个变量是X1 X1指的是这个英里数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当我们长期来送货 当我们的这个英里数 平均提高 多送一英里 它们如何冥想 对不对 我们都要看 我们现在集中于这个X1和Y 也就是这个时间的 总时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 当我们平均多出来一英里 运输的时候 我们总时间会增长多少 会变化多少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得到的值是0.0611 那么也就是说 平均每多运送一英里 那么运输时间呢 就延长0.0611一个小时 是这样一个概念 是吧 非常清楚它的物理概念 好 那么类似的同学们 可能可以想到第二个值 我们如何描述它 因为第二个值 就是说B0 我们求到 求出来这个参数的估计是 0.923 那么它对应的这个X2 它的意义是运输的次数 那么很自然 我们可以想到 也就是说 每运输次数多一次 它的总时间会变化多少 对不对 这里我们得到这个值是0.923 那么很容易描述 也就是说 平均每多一次运输 我们实际上呢 运输的时间就延长了 0.923个小时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运输次数 每增加一次 平均我们这个运输时间 要变化多少 这样一个概念 好 通过这个概念呢 我们就完全清楚了 在这个多元线性分析里面 我们如何来描述 每个参数 非常简单 也就是说 它单个的变化 一个单元如何引起这个Y值 就是我们的这个 因变量的变化 好 那么在求出这样一个参数的这个估计值之后呢 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来用它进行预测 对不对 假如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任务 过运的一个任务 就是说 我们要跑102英里 然后呢 总共要运输6次 那我们想知道 我们预计要多少个小时 才可以送完这些货呢 我们就可以带入 把这个102 也就是说 我们新的这个X1值 和这个6次 新的X2值 带入以前的方程 我们以我们的参数 B0 B1和B2已经求出来了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三个值带入之后呢 我们直接可以算出来 我们对时间上有一个期待值 是10.9个小时 所以它就可以来进行预测 这就是我们的 一个对多元回归分析的一个参数估计 也就是建模的过程 并且利用它进行预测的一个演示 好 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例子中啊 我们说的这个X和Y 它的类型 变量类型 都是一种连续型的数据型的变量 但是同学们可能会问说 大家注意去问一个概念啊 就是说 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 之前说的这个regression 也就是说 回归问题和classification 分类问题 它们之间的区别是 是这个数值型变量 还是这个分类型变量 那么它们这两类指的是Y值 我们区别是看这个Y值 也就是我们要估计的这个值 预测的这个值 跟X没有关系 如果这个Y值 它是一个数值型变量的 我们往往就叫做 这个类问题是一个regression 回归问题 如果这个Y值 它这一类变量是不同的分类呢 我们就叫做classification 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在X值 我们来怎么定义它 或者说如果它X可以是数据型变量 还是可以是分类型变量呢 其实在这个回归问题里面啊 我们刚才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例子中 它的这个X1X2 也就是说运输的里程和运输次数 它们都属于数值型的变量 对不对 它们大小是有意义的 而且是一个数值型的 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分类 那么有同学可能有疑问说 我们这个X这个变量里面 可不可以含有这个类别型的变量呢 答案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举个例子啊 其实这个线性回归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也就是说我们分析的这个Y值因变量 它的值必须是数值型的 但是对于X来讲的话 我们既可以让X 我们既可以使用这个连续型的变量 就是数值型的变量 比如说这个英里数和运输次数 我们还可以使用类别型的变量 也就是所谓的categorical data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啊 其实现实生活中 我们想一想影响这个运输时间的这个因素 除了这个跑动的距离 和它运输的次数还有什么呢 可能还有车型对不对 同学们觉得有的SUV 有的小车 有的大车 那么这个车型呢 它也会影响我们的总运输时间 那么车型 假如说我们只有三类车 对不 我们三类车呢 那它就是类别型的变量 我们分别用012来表示三类车 三类车比如说0可以是一个小轿车 然后这个1呢可能是一个SUV 2呢可能它是一个大卡车之类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车型这个类变量 我们看到和之前这个数字型不一样 就是说01它们之间的这个X呀 这个大小本身没有关系 跟实际没有关系 只是它们我们用012这三个数字 就像一个标签一样来表示 这三种车 小车 SUV和这个大卡车 它们三种车对吧 所以这个车型这一列 我们假如说是把之前叫做X1X2的话 那这里的X3的话呢 它其实是一个类别型的变量 那么同学可能会问 如果是类别型的变量呢 我们如何把它 包括在这个回归模型里面怎么分析呢 我们如果直接列出来X2 把它直列了 这可能是不合理的 对不对 因为01本身它并不代表 谁比谁大或者谁比谁小 只是不同的类别而已 那么我们如何来处理这个类别型的变量呢 其实我们的方法是 把它可以转化成不同的 以01为代表的这个变量 那么下一节课呢 我们再跟大家详细来解释 我们如何来处理这个自变量中的分类型的变量 如何来处理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例子给大家先简单的看一下 好 因为下节课我们将结合这个Excel和Python 这两个工具给大家详细解释 如何来进行参数估计的运算 并且给大家介绍 如何来应用这个类别型的数据作为这个自变量 来进行建模 那么最后一点呢 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误差 就是我们之前提的这个Arrow这个Term 这个Arrow它其实是一个随机变量 也就是说呢 它是满足一个正态分布的 而且它的均值为0 那它的方差呢 是对于所有的自变量来说 也就是说不同的这个XCX2X3XP的话 都是相等的 而且呢 所有这个误差ArrowTerm 它是它的值是独立的 所以总体来讲到 就是说Arrow这个Term它的分布 它这是我们这个模型的一个前提假设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误差 它是满足正态分布的 并且呢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表达式 β0β1乘X1加β2乘X1加βP乘XP 这样来反映Y的期望值 好 那么这样的误差分布 其实和我们之前所谈的 这个简单先行回归是类似的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将给大家 来通过实例和Python 给大家演示如何计算 多元变量中的参数估计 如何预测 并且如何将分类型变量转化为01为主 叫Dummy Variable 好 下节课再见